我要上厕所 我进 我也要上厕所 我进 不可以 为什么 太好了 这里有厕所 我进 我就不信了 我再进 不可以 真是气死我了 我都憋死了 为什么都不让我上厕所 这一点都不公平 我不要和他们玩了 我来洗澡了 我进 洗澡间 我也要进去洗澡 我进 大宝 你干嘛 你不可以进来 凭什么 小贝真是太过分了 好漂亮的洗澡间呀 我也来洗澡了 我进 我就不信了 我今天偏要进去 我再进 大宝 都说了你不可以进来 这是我们女生的洗澡间 什么 熊妹也好过分 小贝和熊妹不让我上厕所 也不让我进去洗澡 我现在就要去告诉老师 老师 小贝和熊妹真是太过分了 怎么了 大宝 小贝和熊妹不让我进厕所上厕所 也不让我进洗澡间洗澡 怎么会这样 我这就去找小贝和熊妹 看看这是怎么回事 洗澡真是太舒服了 对啊 小贝熊妹 大宝说你们不许她去洗澡间洗澡 这是怎么回事 没有呀 老师 没有呀 老师 大老师 小贝熊妹 你们撒谎 你们明明就有 我要进去你们不让我进 啊 是这样的 老师 大宝是要进我们女生洗澡间洗澡 我们才不让她进的 什么 什么 什么女洗澡间 这两个洗澡间明明就都一样 不是的 大宝 你看红色的这间洗澡间 门上画着穿裙子小人的标志 这就是女生洗澡间 另一个蓝色的大门上 画着没穿裙子的小人的标志 就是男生洗澡间 女生要去女生的洗澡间 男生要去男生的洗澡间 这样才是正确的 好吧 原来是这样 那他们还不让我上厕所呢 不是的 老师 你跟我们来 大宝 你看 你要进的也是我们的女厕所 所以我才不让你进去的 大宝 厕所也是分男厕所和女厕所的 你看厕所门上也有小人的标志 我知道了 有穿裙子小人标志的就是女厕所 没有穿裙子小人标志的就是男厕所 大宝说得对 现在大宝已经能分清了 小贝兄妹对不起 之前是我错怪你们了 我现在已经知道了 以后就不会再弄错了 小朋友们 你们现在能分清楚男厕所和女厕所了吗 我们下期再见